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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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蔡英文今天要跟原住民道歉 他并没有走到部落裡面来告诉我们 他要怎么道歉 他未来要怎么做 并没有 而是我们在等待他要怎么做 他并没有到部落里面来跟我们商量 他用泰雅族的这个斯巴赖 我是泰雅族的 这个斯巴赖不可以随便乱说的 不是你今天道歉 我们就和解了 就斯巴赖了 不是 而这个要有过程的 所以我的起老告诉我说 今天蔡英文用一个总统的身份道歉 跟我们说斯巴赖 可是问题是 这个过程土地返还了吗 没有 如果他今天跟我们道歉完毕了以后 他说原住民的土地 我就要还给你们 从日本26号日令掠夺的土地 我通通要还给你们 那么当然这个斯巴赖才可以 可是今天都还没有这个过程 是不可能和解的 所以我必须要提醒就是大家 不管是陈水扁当时的执政 跟原住民伙伴关系的再肯认 一直到现在蔡英文的道歉 要跟我们和解 我觉得政治人物的话 听听就算了吧 在我个人听起来 我倒是在最后的时候 听见了非常具体的承诺 例如他甚至开口讲出了具体的日期 例如他在9月30号之前 他可能就要针对这个兰语核废料 甚至是这个平谱的身份 要做一些这个历史的盘点 史料的调查 甚至于在11月1号 我如果没记错 11月1号之前 那或在这个11月1号的时候 他就要针对原住民族土地 来进行划设跟公告 那这些都是过去2005年到现在 跨两个政党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可是小英今天有明确的做 所以在我看来 我听见了实际的这个宣誓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新的起点 原住民要的就是一个自治 跟土地跟海域的这个法规 但是在这次总统宣告了 不过宣告的内容 是在10月份要把传统领域的 这个调查报告正式的来公告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公告 真正要进入到土地海域法的实质 立法甚至制定完成 那个还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未知数 我们听到总统特别提到了 他要在总统府设置一个历史正义 转型正义的一个委员会 那么这个委员会会是怎么样的 这个委员会完全没有实质的一个说明 原住民到现在还是忐忑不安 因为只诉诸这个言语没有实质的东西 以我们而言 我们认为最好的普世价值 那个普世价值就是平等嘛 就是最好是到某一天 好我同性恋不用说我要出轨 然后原住民不用有加分 不用有特别待遇 女性我们也不需要特别保障女性的工作权 对这当然是我们心中认为那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不必去讨论我们之间的差别 可是台湾真的到那样的状况了吗 台湾还没有 我还是会觉得会希望说 未来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些委员会的工作 实际上的工作内容跟职权范围到底在哪里 我们至少要让很多东西 要让大家站在同样的起跑点上面 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再继续往下走 找到那个没有差别待遇的那个社会状态 我还是在哪里 我会觉得你比较多的 我可以比较多的 我还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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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